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黄燕珍 我今天收到了我的新书 也就是我的纸上花园的水性色鲜笔的新书 早上在收到的时候,其实我还有点惊讶 因为我想或许明天或后天才会收到 没有想到提前收到了,非常非常开心 那我们来开箱,看看我的新书长什么样子 虽然说我已经在之前就晓得自己的新书长怎样 可是还是非常兴奋的拿到实体 我们经常在YouTube上面会看到一些什么3C产品的开箱文 还没有看过这个新书开箱文 这就是我的新书 等一下我会详细的介绍书里面的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其实我原本想象的封面是很罗曼蒂克的 可是出版社呢,他说希望我们的这个新书的感觉是比较 就是很容易你可以学会 所以用这样平易近人的封面 这边就是我的一些介绍 好,打开来 这些都是我自己画的 这些作品有影片的介绍 那这边就是作者序 目录 我精心设计了30款的花 每一款其实真的花了好多的心思去想 那再来呢 这边就是提笔前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我们有分绘画技巧篇 色铅笔用具和颜色介绍 还有使用水晕染的水性色铅笔 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这边我从握笔的方式 他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开始做介绍 还有花瓣的结构 每一个花它的一些细节 它的名称 再来一些基本款 我们有分成圆形 还有半圆形跟扇形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设计 再来这边是叶子上色的方式 从一开始铅笔打稿 再来用浅色慢慢加深之后 用水去做晕染 然后成品 这边就是一些上下重叠叶子的上色方式 跟重叠你使用颜色的技巧 在这边也都有做介绍 接着就是色铅笔的叠色技巧 有黄色系 红色系 那黄色系是指的哪些颜色 在这边都有做介绍 红色系使用的颜色 好蓝色绿色橙色紫色系 不同的色系 它的颜色有哪些 再来是相近色的叠色法 什么叫相近色 在这边是属于黄色到橘红色 黄绿色到蓝绿色 这边就是紫色的一些相近色 橘色的相近色 接下来就是互补色 什么是互补色 这边也都有做说明 那互补色重叠之后 会得到怎么样的结果 在这边都会画出来给大家看 再来是单色的漸层法 要如何去使用得到的效果 然后双色的漸层 它要如何运用跟它呈现的效果 再来这边就是多色的晕染技巧 当然颜色越多 你得到的这个色彩丰富感 跟它的立体效果会更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是框边半彩法 其实这个很适合在做插画的那种表现 在这边我都有说明要如何去做 再来就是色鲜笔的工具 我们使用的工具 那通常我在做画的时候 我这些都是很基本必备的 那这边是我所使用的36个颜色 每一个颜色画出来的感觉 跟它的中英文对照表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示范的影片 QR Code 只要你拿到这本书之后呢 你就是扫描这个QR Code 你就会看到非常清楚的影片介绍 这就是讲如何使用水性的色鲜笔晕染 接下来呢就是30件精心设计的作品 它的步骤然后还有线稿 如果你想要直接画在上面也都可以 这个纸值都是非常适合水性色鲜笔来做画使用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线稿去影印 可以放大或缩小 你可以画在你自己需要的那个纸张的大小上面 如果你把它缩小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做成是卡片 给大家看一下这些作品 其实我自己的这些构图的设计 并不是单纯的是像植物画一样 我在设计的时候都有去注意它的高低编排 有远有近 所以一个小小的画面 其实它都可以呈现出一些景深的效果 再来也有学生讲到说 老师我可以用你的这个线稿来画压克力彩绘吗 其实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用压克力颜料去试试看我们设计的这个线稿 这个是算这本书可以去延伸运用的一个附加的价值 可以看到书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有的我会在背景做一些晕染 可是说真的 如果你要再加背景的晕染 我很怕我的这个文章内容会写不下去 所以到后来我就变成是比较单纯的是着动在花的部分 那背景的部分我就没有再特别去多加一些色彩 在这个这一刻也是一样有影片的示范 你们可以扫描Qwq就可以直接连接到影片 这边我都有非常详细我所使用的叶子颜色 花的颜色花金花心等等 所有的颜色我的运用都有非常清楚的标示在旁边 你们看到这个花种真的是很多 这些花呢我都是看一些真实花卉的照片 再去做自己的组合 一共有30个花种 这边呢你就可以扫描Qrcode 就可以连接到跟我们相关的一些网站 这个是它的封底 看完刚刚的介绍大家有没有觉得心痒痒的很想也拥有一本呢 现在我有一个特会的活动就是新书 直接你就可以拿到现货了七九折三百一十六元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运用这一本书 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有讲到书里面的线稿 你们也可以用来画压克力颜料 所以它是一个多用途的书哦 这本书如果你们要用邮寄的方式呢 请你们在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是私讯给我 我会把汇款的方式告诉大家 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也会持续在YouTube上面 在发表一些跟水性色鲜笔相关的影片 希望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这个水性色鲜笔的运用方式 那我们就在YouTube上面再见咯 拜拜